MING PAO CANADA 艾苓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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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歡迎收看這個《勁飛一輪》的環節 世榮和大家說一下海外專家指數 有些人說這是外圍的折扣 有些人说是海外专家指数 看看哪个指数比较准 临场有时会是什么 排队码 但我自己觉得 这些指数参考下都可以 有时超过85%那些 我都会推荐给大家 或者接近85%的 大家都可以留意一下 它不一定是热门的 尤其是冷门 有时都有指标性 没说之前 记得还没订阅这个频道朋友 想每次看到这些资讯 可以怎样 当然是订阅这个 世云香港人财马频道 未订阅的右下角会见到四星龙珠 订阅就见到 1-9场赛事 1-12当然打直的就是什么 马仔 见到有些85的有几场 尾场又有 这场又有 第四场 其实大家见到有两只都是偏高的 刚刚86那只 当然是刚刚新盛的 一个勇创派对 大家记得 因为它有的二当 多少会高一点 10号那只 其实是什么 莫拉的大热 他说两只大热 智晟时机有什么用呢 这样看 但不是的 又反过来想想 常常都有大热门 你不想想 不是大热 那些大热为何指数又不高呢 就是说那些热门没有那么稳定 你就见到容易输了 那些大热门 就是可以放下热门 有时要反过这个表来用 你会有些帮助的 当然这些数字我整理过的 好了 另外 第八场的五号 是什么呢 立刻带大家看看 见到八场的五号 其实都是很高指数 当然这只是紧张大师 究竟它是否够赢呢 临场我们再看看 而九场有两只都高的 在我的1Q博士那里 都介绍了给大家的了 在这个1号就是黄色的黄宝 另外一只高的 还不要忘记 有只三号 竟然是黄老派 这只不是大热门 我不会事先知道 但是在波仔的A3冷碼精选 我都介绍了给大家 所以为何它有85 又是容天鹏的早飞 为何那么容易热门 大家都要想一想 好了 所以有时高 指数不一定热门 冷门的时候 更加有参考价值 好了 今天节目时间又差不多了 稍后还有更加多精彩的节目 大家千万不要走开 另外 明天也有明天 我和ZZ6点2左右 因为6点9已经开跑了 跟大家再见面 到时再见 拜拜 希望你们这个马桂 大家都赢多点 赢多点来做善事 我们下转的节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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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转的节目